大家好 我是黑灯 能看出来吧 视力有点问题 0.02你们有概念吗 那就是瞎了呀 给你们普及一个小尝试 0.05以下的都算是盲人 所以我讲偷口就瞎讲嘛 刚开始讲的时候新手也冷场了很久 一个多月 讲什么都不笑 老板很奇怪 天天叫我去他那演 我想看中我 要培养我 后来问他 他说以为能申请残疾人就业补贴 问我能不能把小家爷给他弄过来 开个玩笑 看中咱俩幽默 那现在出门就不太方便 经常会磕磕碰碰的 你们留意过街上那种忙到没有 有没有发现他经常就走着走着走着 他就没了 有时候过分还给你突然拐个弯 我说怎么能铺成这样呀 你不会是盲人自己铺的吧 其实盲人最安全的是走那个飞机动车道 就沿着那个马路牙子高穿那么一段 那个永远不会在哪里都有 但是飞机动车道最大的问题就是 上面经常停满了机动车 就汽车停在了自行车道上 自行车停在了人行道上 那人就只能去机动车道 难怪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最近有个大胆的想法 我想考个驾照 那个盲人经常被占用啊 你就面对那一排共享单车 感觉自己到了一个文明的盲区 能怎么办 就只能一脸盲人 台上 没有铺盲道吧 我其实之前去申请过导盲犬 很快就放弃了 因为导盲犬确实非常少 全中国有多少盲人你们知道吗 800万 导盲犬200条 每年有5万多人在排队 我想我等的狗它在多远的未来 没准等到那天 我都能治了 法律规定导盲犬是可以进这些公共场合的 但是经常还是会被拦下来 怕它会咬人啊什么的 就充分曝出这些人非常的无知 导盲犬筛选的第一条就是 尼王尚数四代 不能有任何那种攻击人类的行为 就这么严格 选种也非常严格 怎么说呢 对身材有要求 科技这种不行 腿太短了 他自己上楼梯都费劲 我抱他 太聪明不行 像编幕这种 他不仅通人性 他甚至都能通人情世故 你跟他说别走了别走了歇会吧 他就想 不会是点我呢吧 走走走 走走走走 红灯没有关系 我这身手飞盘我都接得住 这个车算什么呢 太蠢了也不行 哈士奇这种不行 哈士奇确实也能带路 黄泉路 我上个月呢 发到一条视频 就是一个 导盲犬又被一个工作人员拦下来了 下面评论区有好心人在科普 说迄今为止 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任何一次 导盲犬袭击人类的记录 还有那种网友在下面杠他 说以前没有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啊 就算不咬人那有的人他就是怕狗怎么办呀 我当时火又上来 我说怕狗那就是怕狗的问题呀 那不是狗的问题呀 火射孔啊 我还怕人呢 对吧 我觉得文明的盲区啊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里面 不在路上 那最后了 提醒一下各位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 所有这些正规的比赛 你需要给残疾人提供一些合理的便利 灯太少呢 我确实是看不到 朋友们可否借我一双慧眼 帮我看看 记灯了 现在 记不动了 记不了了 没事 停开吧 是 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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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灯灯灯 是灯了是吧 早知道这么容易 段子就不讲了 直接讲这个 开玩笑啊 最后还是想说就是 希望像我小嘉将的朋友 多来讲脱口秀 普天还等着我们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